- 起床啦! - 啊! - 快點! - 啊! - 啊! - 做什麼測試? - 要用口水測試? - 啊!是呀! - 啊! - 啊! - 啊! - 那我們下機的時候,香港政府就不會派一個信封的 - 那裡面呢,就是你要做一個測試 - 這個測試就是要你把口水刺到樣本那裡 -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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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咬下去了 - 一份表格,不過有個人資料我不展示了 - 另外呢,有一份指引說給你指是要怎麼做的 - 這個就是你的 - 這個是我的 - 紙巾 - 樣本袋 - 然後洗手吧 - 哇 我想這個測試最精髓的就是喉嚨發出的聲音 真的要在鏡頭面前咳嗽 要多少才夠啊? 哇,想吐啊,大哥 應該夠了 哇,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你看這些伯伯平時,好像很自餘的樣子 我們這些年輕人都不行的 我眼淚飆起來就要吐了 給鏡頭看看 我現在沒人想看了,到時大家仔,很噁心 然後就拍起來 Your turn 完成 好,放在紙袋上 適合你家人拿著的樣本,在街上走 有人看到這個生化武器嚇死了 所以放在紙袋上就比較安全 因為這個測試就需要即日 有人把這個樣本拿去檢驗中心 所以Momo哥哥就幫我們拿過去 現在就打去召喚 問我們應該怎樣給它 因為我們始終這一層都是與世隔絕的 那我把樣本放在門口 那就不用你們接觸了 好,謝謝你 Thank you, bye bye 現在逢是開房門 戴上口罩稍稍稍稍 This is Mario Hello,我是Momo 歡迎來到我們隔離的生活 我們這幾天的生活做過什麼呢? 睡覺,睡覺和睡覺 吃飽就睡,睡飽就吃 是呀 我們都非常頹廢 Jack呢,我們還沒搞定 其實每天休息的時候睡覺 晚上的時候很精神 我們第一晚說起是吵了 來到的時候 我們12點多就上了一場睡覺 打算完美地適應這個時差 但是睡到4點半的時候 樓下打架 我突然很大聲 然後就叫你老婆 然後就吵醒了我 是啪啪聲 有玻璃瓶碎的聲音 真是Welcome to Hong Kong 非常本土這件事 香港特色 好,循例上也要有一個小小的room tour 現在就是這個門口 因為我們不能出去 所以就由這裡開始了 右邊就有個衣櫃 就是我們九四合杂的東西 全部都塞在衣櫃那裡 慘不忍睹就不要看的 拉起來 右手邊就有個廁所 其實也算是很乾淨的 你也能看到 這個洗澡的位置也很舒服 這裡就是14天的Store在這裡 未必夠的 到時候不夠的話 就叫胸口物資 那牙刷牙膏也有極多 出來吧 這個是不是叫懸關位 我們的朋友親戚就幫我們 好好拿了很多的物資過來 你看到公仔麵、杯麵一大堆的 然後這裡一大堆零食 那拿著機器這個人就最喜歡了 這就是在英國拿回來的茶 我們知道要隔離 所以就特意買定這些茶來喝 這個普利就是在這裡買 但我自己喜歡喝這個多一點 Yorkshire Tea 那走進來 這就叫做家圖四壁 一夜你就看了什麼 最大的主角就是一大張床 走到這邊 你看看 真的沒有人 你看這裡是 賭辣行 這麼多酒吧 你看 現在只有幾丁有 晚上是一個人都沒有 你總是覺得沒有人的香港 就不是香港 很奇怪 你平時就會覺得 香港很多人 很討厭 可不可以少些人 當真的少些人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到這個位置就是一張 書桌 吃飯桌 書桌都在這個位置 因為很多酒店 其實都只有一個座位 但是我們兩個人都要工作 有一個大窗 有一個很寬的工作桌 其實都很完美 就是這樣 你問我是不是很大 也不是的 但是我想都夠用的 但是最重要就是 這裡都比較新正 還有比較企利 唯一我超不滿意的 就是這幅 這幅 橙色的牆 你要拍攝 就很討厭 很噁心的 這個橙色牆 我寧願是白色 要不要介紹一下它 我們的吉祥物 這一塊 我們在Studio 拿到英國 然後英國就拿回來 陪我們旁邊 可不可以帶你去散步的 喂 說到散步 有些少料可以分享 我們在英國的時候 跟別人聊天 他們就告訴我 因為意大利有禁足令 但是它規定 如果你有動物的話 就可以帶牠到門口散步 因為動物權益 所以那些人就搞盡老汁 就弄很多假狗假貓 就不是你裝的假狗 就是弄一隻假狗出來扮散步 希望出去放風 散一下心 那樣 所以就很多奇怪的招數出現 整件事都很意大利 是吧 我們在酒店旁邊 就定是可以用外賣APP 因為我們在Check-in的時候 那個Reception都跟他們說 叫我們單定一些外賣平台 因為他們就不會處理任何錢 跟上的東西 所以呢 就不可以好像以前那樣 打個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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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給不了錢 那為了這一段時期 我們就單了幾個 就 Deliveroo Foodpanda 以及UberEats 一天吃雞 不會躺下 是不是兩個都一樣 是啊 外賣的B-roll有沒有看到 有點難搞 試一下吧 一段好的B-roll 一條乾腸是不夠的 還要多一條乾腸在他拿著燈 FIT一下FIT一下 這樣才漂亮 吃飯 嘩 吃回亞洲的東西 亞洲的味道 真是幸福 不過說真的 現在這些非常時期 你每一個消費的選擇 就好像把手上一張選票投出去 你每光顧一間小店一次 它可以捱過這個寒冬的機會 又高了1% 所以大家 懂得做吧 那很多人就問 喂 你們是在家裡酒店 還是隔離營 其實我們是本來想去隔離營 但上一段影片都說過了 隔離營 我們入境的時候 它就說沒有這個選項 我想你惹爛臉的話 可以去的 但是免得 最後就預訂了一間酒店隔離 但是 就不是每一間酒店都可以隔離的 我想可能你們也有見過 有一個網傳的 list 有12間酒店這樣 但是我們現在預訂這一間 就不在那12間酒店裡面 但是我們逐一逐一逐一打 我想問你們是否還有隔離的客家 然後最後就找到這一間 其實不是每一間都可以做 是要有隔離的酒店 才可以的 那有什麼不同呢 我們入住的時候 就已經要填很多文件 很多申報表 這裡是會沒有room service 還有整層 清空了給你們 好像自生自育那樣 你要扔垃圾 就進去垃圾袋 扔出去 或者你要什麼 它就會扔在門口按鐘 然後去走人 你就去拿那個東西 它會避免跟你直接接觸 還有它早晚會讀一次體溫 早上11點 和晚上6點 會有人來拿一支體溫槍 幫你探頭 還有這裡 就不會有人幫你清理房間 那你就自己搞定 對 你需要的日用品 一早已經堆在這裡 我們一進來的時候 有20支水 20支洗澡熱 20支洗澡水 但是這裡有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非常擔心 就是這裡其實是中央冷氣 經過了03年這個驚華酒店血的教訓之後 中央冷氣其實都非常危險 你一個人拿東西的時候 就會經整個冷氣系統 吹去整個酒店 那最可怕的事情出現了 我們昨晚突然收到E-mail 就是酒店傳過來的 它就說根據衛生署的報告 這間酒店的住客 就有一個是確診了 我一收到的時候 真的有點驚慌的感覺 我們現在其實都已經沒有開冷氣了 那就很幸運 我們住宅的那間酒店 就有一個很大的窗 它還可以打開窗 那也算是有點新鮮空氣 幸好現在是4月 如果7月8月就死了 如果你剛才從外國回來 又不想在家住 想到酒店的話 一定要像我們這樣 打開一間有大的窗 不過你也知道 隔離14天我們又不可以出去的 身體上要健康 你心理上也要健康 那自己注意一下 如果是中央冷氣的話 你多一個選擇就可以開窗 好像我們現在這樣 說真的如果你說沒有窗 現在中央冷氣 我會考慮搬走 很恐怖 基本上就是14天 自生自滅 坐牢 就是這樣 那最後呢 就不要忘記了 comment like和subscribe CLS三部曲 還要follow我和Momo的Instagram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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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